另外这名司机疑似是因为不满 跟在李荣苑上班的女朋友分手 因此一个月以来 几乎天天跑到对方的上班来吵闹 没有想到今天凌晨又来到店外了 还跟老板发生了口角冲突 老板很生气再找来两个朋友住镇 甚至一个人拿铁条二打一为欧司机 把司机打到头破血流 今天是父亲节 但是台南一位爸爸的心确实揪在一块 因为宝贝儿子去年出生 住进了月子中心 原本一切都是好好的 通道医院照X光才发现 宝宝居然手骨折了 为人父亲相当的震惊又难过 但是调阅院方监视起一看 发现有一次孩子兔奶 照顾员直接拉手 才用另外一只手扶住脖子 让他怀疑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动作不正确 才把出生不到十天的宝宝手给扯断了 家长认为院方照顾有疏失 但是院方也出面护航这名护理人员 强调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照顾不当的 反控家长要求百万元以上的赔偿金 台中一家知名连锁寿司店被客人投诉 说吃东西时想要装水 按了自动按压取水机 但是却不小心被烫伤了 怒辟他是要装水的 怎么会顺便洗手呢 但业者也喊冤 说当时这个座位的取水机的确是发生故障的 但因此本来是不收这名客人 但是这名客人坚持要入座 在席间店员也不断的上前关心 并且问他要不要换座位 用餐之后又打九折的优惠 希望这位客人能够消消气 电流翻身 今天清晨5点28分 发生规模6的地震 镇央位在台湾东部海域 最大震度出现在宜兰达到6级 双北市也有4级震度 而这起地震也造成宜兰交溪 往跑马古道的山路发生落实摊坊 警方紧急封路禁止通行 那么另外在苏花台九线115.8公里处 也因为地震的关系出现落实 而这起地震让位在盆地地形的双北市地区 也是明显感受到剧烈摇晃 而其中台北市最大震度达到4级 甚至摇晃了15秒钟 你有想到接着在早上7点02分 再次地牛翻身 几年一早连续发生了两起地震 把不少民众都给吓坏了 那么现在专家也分析了这两起地震 镇央跟陈英都是不太一样的 像是规模6的地震呢 是南宜兰构造破碎带引起的 规模4.6的地震 则是影墨带的地震 这算是两个独立的地震 而其中凌晨5点28分 规模6的地震 因为发生在南宜兰构造带的破碎带上 这离地壳岩石不太一样 导致地震多又蛮复杂的 气象局也提供了资料显示 在类似位置上面呢 1920年还曾经发生过规模8.0的地震 气象局提醒 过去这个位置呢 经常发生规模超过6的地震 如果这次算是前阵的话 不排除后续 还有超过规模6的地震会发生 除了要留意地震 还要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因为力气马台风 现在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 气象局针对北北极 桃园 宜兰还有花莲地区 发布了路上台风警报 那么随着台风接近 今天越晚 风雨会越来越明显 预估今天深夜到礼拜五清晨 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那么气象局也预估了 被台湾到礼拜五下午2点钟为止 降雨量最高是可以达到400毫米的 而且最大阵风会达到10级 虽然台风影响地区 主要是集中在北部跟东北部 但是中南部因为受到西南东风的影响 也要严防大雨或好雨发生 其他早点新闻来关心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早上出席活动时 对于高雄市长韩国瑜前一天 提到废除印花税 恐怕将会造成地方财政的困难 陈其迈强调 中央会补足短小的部分 要高雄市长不用太过担心 另外对于党内的副手人选问题 陈其迈则是搬出了苏貞昌来救援 回避话题 王老师选在莫拉克风灾10周年的这一天 总统蔡英文带着秘书长陈菊南下 到屏东参加了屏东县粉碰的风灾特展发表会 收访时总统就提到了碰到清晨的地震 以及紧接而来的台风 让政府团队上井发条 也持续跟行政院保持联系 要随时掌握各项情况 台北市长柯文哲 成立台湾民众党蓝绿同时对他攻击出招 柯P的民众党跟抗日先贤 蒋卫水在当年成立的政党是同样的名字 工党主席乌敦毅就大酸 党民票窃违违反道义 加上柯P在日前 呛蓝绿不允许双重党籍是心胸狭小 民进党主席竹龙泰 他也公开邀请柯文哲入党 而今天早上听到了这个消息 柯P也先下战帖 要请民进党立刻修改党章再来谈 有议员在老婆怀孕期间闹出了桃色风波 张花县武党及一名红性议员被网友踢爆 一次正着老婆怀孕八个月时在外面找小三 甚至还在情人节当天 在脸书po出了两人的亲密照片 让老婆看了火冒三丈 杨炎要离婚 虽然议员澄清 跟这名女子当时是第一次见面 而且照片是喝了酒之后 朋友之间起哄才会上传的 但现在网友纷纷留言要求他出面给个交代 更调侃他难道戴小三也是为民服务的范围吗 最新现场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台湾东部外海在今天清晨发生了规模6的有感地震 那么最大震度在宜兰县五塔达到6级 我们的记者要带您前进五塔村 了解现在的最新状况 把时间交给记者录影一 今天早上转到国外来关心 美国德州跟二亥二州 上个周末接连发生了两起重大枪击案 造成超过30个人命丧枪下 让现在美国有民众只要听到枪声都会吓坏 不过就在人潮聚集的纽约时报广场 礼拜二晚间却突然疑似传出了枪响的声音 广场上的民众一听到这个声音 立刻吓坏了四处奔逃 至少造成22个人在逃跑跟推起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受伤 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一程枪响 是机车化油器回火的声音 引发一场虚惊 香港反送中持续动荡 警方在6号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 抓了进会大学学生会的会长 引发学生强烈不满 他们谴责警方捏造罪名滥捕无辜 说只是买了几支关心笔 怎么就会被警方关押呢 以此大批民众在昨天七夕夜晚间 他们举办了一场关心活动 让金沙嘴天文馆外面雷射光四射 要来声援被抓的会长 香港民众发起的不合作运动 在5号发起了罢工罢课罢市三罢行动 以及七区集会引发全港大混战 官僚新闻现场来关心 彰化河美镇有一间300平大的厂房 在里头居然被人堆置了数百吨的吉尘灰 还有数百桶的有机溶剂等不明事业废弃物 在现场看起来就像是独无地狱一般 地主也无奈地说 日前有人来租厂房 但是付了一个月的房租就失去联系了 后来发现厂房里头被房客乱到废弃物 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古生物学家最近在纽西兰南岛的中澳塔克地区发现 生存在1900万年前巨型鹦鹉海克力士的化石 它的高度大约有一公尺这么高 重量达到7公斤 体型就好比2到3岁的小朋友 也是目前发现最大的鹦鹉 但是它当时到底会不会飞 以及跟现存鹦鹉之间的有什么关系 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昭华市中央路桥下发生了一件汽车翻覆的事故 40岁驾驶上班开车 但疑似晃神撞到旁边的灯杆 灯杆被连根拔了起来占据两个车道 而驾驶是张鸡医院的医生 当时开车要到医院的途中却发生车祸 最后是被救护车送进医院 欢迎整理台股今天收盘的表现 美股道琼在7号盘中是一度跌超过600点 但中场跌是大幅收链 只有小跌了22点作收 激励台股跟雅股今天的表现 台股在盘中一度大涨超过百点 随着资金都能回流 IC设计族群多档强势大涨 中场收盘涨了108点 收在10494点 成交量大约是在1230亿元 美国跟大陆科学家 研发出了一款机器蟑螂 它的重量不到0.1公克 但是却可以承载60公斤的压力 就算是被成年人用力踩也不会坏 也充分展现出蟑螂打不死的特性 由于机器蟑螂体积比较小 可以深入狭小的空间 研究人员希望未来 可以用在灾难现场救援 力气马台风 以机增强为强台 气象局针对北北极 桃园跟宜兰 还有花莲地区 发布了路上台风警报 而随着台风越来越接近 今天晚见的风雨也会越来越明显 预估深宴到礼拜五的清晨 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有关台风的最新动态 也要请您持续锁定台湿的各节新闻 我是刘一涵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